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1060.25亿元 增长8.1% 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创三年来工业增速最好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9月份开始 我是规模工业增速反超GDP增速 工业对经济正向拉动作用加大 其中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7.5% 占比较去年同期扩大了8.4个百分点 而且增幅逐渐提高 在第三产业中 交通运输业 金融业和非盈利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增幅不断提高 今年来对GDP贡献率持续增大 此外 前三季度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1800.32亿元 增长10.1% 实现外贸进出口4318.64亿元 增长15.1% 比去年同期提升17.8个百分点 其中 进口大幅增长31.9% 有力拉动进出口增长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 市长庄稼汉主持召开第22次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研究了我是建立完善党政主抓 部门主管 企业主体 主官主责 人人主人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实施意见 会议强调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保障食品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抓戏 抓食 抓好 农田到餐桌 全过程食品安全工作 不断提高我是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要落实责任 主要领导要亲自抓 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强化全程无份管理 全链条追溯 多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 健全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机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要加强监管 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强化部门联合执法 加强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管控 督促企业规范生产经营活动 要提升能力 按照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程式标准 综合施策 开展行业提升和先进技术应用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会议通过了我是促进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会议认为 我是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发展基础良好 潜力巨大 要持续加强科研创新能力 做精工艺流程 做优产品质量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千亿产业集群 要加大招商引资 瞄准产业前沿 着力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和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 要完善服务体系 加快生物医药港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等建设 优化一批技术创新和孵化平台 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要加快成果转化 加强前沿技术和行业关键技术创新 鼓励在下高校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推动产学沿用结合 推动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 成为经济增长 新支柱 会议通过了我是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 该办法进一步明确低收入家庭收入 财产标准 统一困难家庭审批程序 完善经济状况核对规定 会议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不能掉队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 我是社会救助保障体系 加强低收入家庭认定管理工作 公平公正认定保障对象 最大限度保障困难群众利益 会议还研究审定了一批项目和其他事项 昨天 国家海洋局局长王鸿在厦门考察海洋工作 王鸿一行实地查看了厦门生物医药港 海舱翁错寒闸西洋主牌红麴 蓝色海湾广场并乘坐海间船 实地查看海洋产业发展 暗线整治 黑臭水体整治 沙滩修复等情况 慰问海洋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 王鸿充分肯定厦门近年来海洋工作的发展情况 指出 厦门应继续以问题为导向 开展置屋工作 持之以恒地做好生态修复 最大程度造福百姓在海洋生物产业发展上 要继续做实基础研究 推进成果转化 同时努力打造生物制品国家级检测平台 推动厦门生物医药产业迈上新台阶 要统筹协调好上下游的职责 持续发力 完善海漂垃圾处置体制机制建设 市领导林文生 张艺公等陪同考察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2017厦门国际海洋洲的系列活动 2017蓝碳国际论坛举行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林山青在致死中说 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探讨完善蓝碳的理论 方法和政策体系继续推进蓝碳领域国际交流 提高全球对蓝碳的认识 以蓝碳为切入点 推进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防灾减灾等方面 不断走向深入 蓝色碳汇是利用海洋活动和海洋生物 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并将其固定在海洋中的过程 活动和机制 论坛上来自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专家 以蓝碳发展 科技与责任为主题 展开研讨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厦门市第13届社会科学普及宣传活动周 在中山公园启动 从今天开始到10号 社科普及周将开展米南文化普及宣传 社科专家带你看厦门 社科基地免费一日游等一系列活动 邀请广大市民参与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崇庚 宣布本届社科普及周启动 市领导陈子轩 国贵荣 黄学会 老领导李秀纪 蔡旺怀等参加启动仪式 仪式上 第四批社科志愿服务分队获授齐 十家社科志愿者获颁证书 本届社科普及周 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主题 将开展22个大项 651个小项的社科活动 进机关 社区 军营 高校 企业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厦门五大发展建设成就 上午 社科普及周生活大百科咨询活动 在中山公园热闹开场 提供教育 法律 健康 金融 心理咨询等各类咨询服务 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加 我是想去填这个19大的报告 有讲知识问答 我就来看一些答一下 这样也是一种对思想对这个脑袋的 怎么让他更记得更深刻牢牢的记住 这党的19大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群众也是一样要好好学习 来理解这个精神的 本台记者报道 昨晚 厦门市非公领域党务工作者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专题诵读活动决赛举行 选手们通过一个个精彩的节目 用声音传递正能量 展现了有活力 有温度 有色彩的厦门党舰工作 他们是师徒家庭的姐妹兄长 他们是师徒法兰的儿女一双 决赛在朗诵我们从社区走来中拉开序幕 展示了私民区多位优秀的党组织书记 奉献百姓的实际 火炬高新区非公党委选送的节目 红色名片厦门党建一家 展示了厦门党建一家 作为互联网家智慧党建的代题 探索通过信息化手段 让党人享用爱用经常用 向于保释区非公党委选送的红色领军 引领创新发展 则让大家看到厦门自望片区 不仅是改革创新的先行区 也是非公党建的发祥地 这里曾孕育了厦门市首个非公企业党组织 整场决赛分为红色信仰 红色情怀 红色未来三个篇章 诵读作品都紧扣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这个先名主题 内容涵盖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 社区党建 机关党建 互联网党建 高校党建等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各个领域 聚焦厦门会晤 垃圾分类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中心工作 展现了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我们进入这个岗位为了就是把党建工作做好 然后作为一个党务工作者肯定把基础做好 然后创造更好更多的厦门的基层党建品牌 有多优秀的参赛的这些队伍 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还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种情怀 那我也觉得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今后也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本台记者报道 连日来 我是各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畅谈心得体会 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十九大精神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在市司法局 党员干部们围绕司法行政改革实践 畅谈十九大精神的学习体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 要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当前 我是正在大力推进法治下门建设 并提出要在二零二零年建成法治中国典范城市 大家表示 要结合本职工作 切实将十九大精神 学懂弄通做实 围绕全市司法行政改革工作 将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十九大报告里面 说要加强全民的普法工作 要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们要改变以往的这个普法方式 要以人民群众 它的切身利益 切身需求 为出发点 群众哪里有法律的需求 我们普法工作就跟到哪里 这个学习贯在十九大精神 我们要立足本质 结合工作实际 要在这个服务发展大局上 更加这个担当尽责 要这个牢固树立 这个公正的专业 高效辩民 命名的这个职业理念 为建设法治厦门 美丽厦门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在市总工会 党员干部们表示 十九大报告 为做好新时代工会工作 指明了方向 工会要聚焦主则主业 实施发出工会好声音 咱们工人有力量 情细兄弟姐妹 工会是我家等 四大主题工程 深化非工企业工会工作 把广大职工 凝聚在党的周围 怎么提高 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这其实也是 我们工会的责任 我们工会 作为党联系群众的 这个桥梁和纽带 我们有责任 为我们的党来分担 抓好十九大精神的 普及学习和宣传 更好的动员广大职工 以劳动 托起中国梦 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我是文艺工作者们 纷纷表示 要以报告要求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 创作出更多 欧哥党 欧哥祖国 欧哥人民 欧哥英雄的精品力作 这个报告里面 给我们艺术家 实际上文艺工作者 指明了方向 对艺术作品 提出了一些高的要求 这样我们艺术家 创作起来 就非常的明确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比如说深入生活 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 来进行创作作品 就像习总书记提出的 要在深入生活 在扎根人民中 进行无辜于时代的 这种文艺创造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 第十届海峡两岸文博会 请倩倩来介绍一下 这两天文博会上 举行的活动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 2017项羽杯 海峡两岸围棋 与人工智能邀请赛 今天下午举行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争夺 聂卫平与天壤组合 关子出现失误 不敌王立成CGI搭档 下午三点 会展中心C3展厅 大堂主舞台 齐胜聂卫平携手天壤 与王立成和CGI的比赛 正式开始 吸引了大批围棋爱好者 前来观战 熟悉围棋的朋友 对齐胜聂卫平和来自台湾的王立成都很了解 但是对他们今天的人工智能搭档 恐怕还比较陌生 围棋人工智能CGI 由台湾交通大学 吴亦成教授团队研发 在中国围棋大会 连克多个全球抢手杀入决赛 最终获得首届世界智能围棋赛亚军 天壤则是人工智能界冉冉升起的新型 获得过首届世界智能围棋赛第四名的佳绩 经过猜先 王立成CGI组合直黑先行 马晓春与陈寅搭档讲解 通过厦门卫视 新浪体育和天元围棋进行全国直播 对于两位棋手而言 与人工智能搭档比赛都是第一次 人机组合对弈一方面考验人工智能水平高低 同时人机配合的默契度也至关重要 最终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对弈 比赛进行到237手 王立成CGI组合直黑中盘获胜 取得了人机配对赛的胜利 开始出现点问题他们 他们那个开始局面有点大局上落后 那个后半盘厉害 其实人和机器是没有胜负的 不用下 只不过跟机器学学就行 机器好的机器都已经超过人类其说 那今天知识因为每天在迭代 所以他很容易会超越这个小范围 他就会走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里面来 所以尽管走还尽管这个也有走得不好的 也有走得好的但他会慢慢学 就不断地迭代去 他会进步的也相对会更快一点 对 本期活动由海峡两岸文博会组委会 厦门市围棋协会主办 除了今天下午的比赛外 明天还将举行两岸大学生人机对际赛 世界冠军人机对战赛等活动 本台记者报道 两天来文博会还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今天恰逢周末 不少市民到会展中心和文博会各分会场 感受文化的魅力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东方茶席大赛上 40位来自海峡两岸的茶艺师 带来了各举特色精美雅致的茶席设计 第一届东方茶席大赛金奖得主唐文京 现场进行茶艺表演 从静态到动态 全方位探究茶之美 而在文博会分会场厦门古玩城 海峡两岸古玩艺术精品交易会 古玩健保活动等 也吸引了许多古玩爱好者参加 其中交易会共设60个展位 展出了上千件藏品 现场五位鉴顶专家 还分瓷器 玉器 书画和杂像四个类别 为爱好者鉴定古玩 这次莱姆这个活动 就是为了我爷爷 然后留的东西 然后过来鉴定一下 现在有民间有很多的收藏家 他们对自己的收藏品 有的不太认识 或者说他们对这个分辨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今年请了这个五位专家 对他们来说学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 也认清了自己收藏的一些理念和收藏价值 昨晚2017中国好设计奖颁奖胜典 在小白鹿艺术中心举行 在本赛季的3341件注册参赛作品中 共有620件优秀作品提名 获得角逐大奖的机会 14件作品被授予金奖 24件作品被授予优胜奖 114件作品被授予荣誉奖 评审团认为 今年的参赛作品整体设计实力普遍提高 涌现出了一批设计新力量 600余件提名与获奖作品将在会展中心展出 昨天下午 第三件两岸映像记在极美开幕 发布了2017厦门影视旅游地图 内涵厦门最知名的30个影视剧拍摄取景地简介 分为时尚都市 青春校园 米南风情 行侦特技 明星综艺等五大线路 此外 目前幕后中国影视美术作品展 也在极美极影视文创园展出 未来希望把中国影视美术展 影视美术的一个年度评奖 评审 能够落后厦门 进一步给我们厦门的影视后期 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本台记住不到 从本月一号起 我是启动电子导游证 导游身份标识卡领取工作 新版标志卡增加了导游星级 导游所在机构 以及标志卡的有效期限 并在卡片右侧设置了一个二维码 有客扫描这个二维码 就能快速地辨别导游的真实身份 同时还可以对导游的服务进行点评 这样的话如果说 有人要反照我的导游证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上面的头像非常的清晰 而且上面的条形码是独一无二的 一扫就是我的身份标识 导游身份标志卡 还能让监管部门通过信息化手段 对导游进行动态监管 景区也可以快速核实导游身份 和形成单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标志卡电子表现形式的 电子导游证 如今直接由国家旅游局统一管理 使得导游不再受地域限制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 我是召开基层人房规范化建设现场会 海舱区通过全面录入辖区人房信息 人房资源全民共享 构建起了互联互通的可视指挥平台 实现了区人房对基层的应激联动 实时指挥 据了解 目前我是各区都成立了基层人房建设工作小组 区基人房体系建设初步建立 防护工程体系配套基本完善 主城区防空警报音响覆盖率达95%以上 在全省率先打造社区智慧人房 有效提高了人民防空应急快速反应能力 副市长林瑞实地查看了海舱区人房规范化建设情况 要求加快制定出台 厦门市基层人房规范化建设实施办法 把人房工作融入到社区网格化建设中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记者从全国东春农田水利基础建设视频会议 厦门分会厂了解到 我是将加快水利项目建设 做好抗旱工作 19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近段时间以来 我是新水源建设方阳水库和莲花水库 相继下闸蓄水 水源联通工程和防洪排涝等 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作为解决同享产业基地 和祥安区发展用水的重要基础设施 厅西水库群至祥安原水输水工程 将加快建设 力争在2018年建成通水 水源联通工程莲花水库到四林段 力争在明年三月通水 副市长张一公要求要加快水利项目建设 共同做好京东明春抗旱工作 全面提升我是防洪和供水安全保障 本台记者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下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再见